欢迎来到圣拉法尔皇家矿工医院 随着18世纪下半叶 秘鲁万卡、韦利卡、矿山水银产量的减少 这导致必须加强阿尔玛登矿山的开采 以便向美洲殖民地提供这一位了 提取黄金和银所必须的金属 这种情况下使得对劳动力的需求变大 其中包括囚犯、奴隶以及临时工 这座建筑的建造始于1755年 当时在费地南德六世的统治下 完工于1773年 也就是卡洛斯三世统治时期 这从其主力面上的标志中可以看出 建造工程的一部分开销是通过租赁建筑物 和在斗牛厂举办斗牛活动所获得的收入支付的 尽管当时尚未完全竣工 但医院还是在医生何塞帕雷西的要求下 于1773年3月投入运营 将患者从卡里达德医院或德拉维拉医院 转移到皇家矿工医院的新病房 病房设有男女分宿的病房40张 早年的平均年接诊量超过800人 咨询人数超过14000人 在其整个历史中 他经历了数次修诊 首先是修建牧师的房间和封人室 随后修建了排水工程 厨房 水井 洗衣房和处栏 并且扩建了医院墓地 1794年 专门建立了一间面向囚犯和奴隶的牢房 在19世纪初 由于矿山的减量减少 医院从动牛厂房屋租金 药品销售 住院治疗和药酒销售中 获得的收入也随时减少了 这导致其在19世纪下半叶 转变为慢性病患者的庇护所 并在20世纪上半叶成为阿尔玛登矿产公司的医院 直到1980年 医疗服务转移到了采矿区 自2004年重建以后 这里作为阿尔玛登矿山历史档案馆 医院博物馆和采矿博物馆存在 现在让我们离开这个地方 同时我们邀请您一起前往下一个景点 继续探索有关阿尔玛登的更多故事